欢迎收看台湾悲剧 又来到了一年一度的228 还有那随之而来的台南市正义与勇气纪念日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盘点盘点 228的那一年台南市究竟发生了什么 现在313的这一天 又是要纪念属于谁的正义 及怎么样的勇气 一起来敲敲这位汤先生 哦不 或许应该称他为Sakai-san 到底是何方神圣 首先让我们来速速地快转Sakai-san的 人心走买丁 1907年一名台湾女子与日本警察 生下了小小德彰 这好像很浪漫的爱情故事 却因为当时日本禁止那台婚姻 使得德彰小娃无从选择的委屈的 不得不从而母性 成为汤德彰 几年后在台湾史上规模最大 牵连最广的焦巴年抗日事件里 德彰小娃因脱下日本服装 换穿汉服而幸免于难 但他却决定要继承复制 成为威风凛凛的警察大人 并一路开挂考取了 一种巡查假种巡查 再升任至巡查部长 警部补甚至是警部 当时能晋升假种巡查的台湾人 不过170位 想做到警部补以上 则必须拥有大核之血 一个普通的台湾人 可是不具备这种通关资格的哦 此后汤德彰因为不相信汤 特立远渡东京 正名为Sakai-tok-show 反警德彰 两度通过日本高等文官考试 并取得律师资格 一要成为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风云人物 成功从警察大人 转变为大大大律师的Sakai-san 却在两年后 遭逢日本战败 台湾光复的巨变 尽管来台主政的行政长官 曾因力邀他担任 台湾省公务员训练所的所长 但Sakai-san却毅然决然地拒绝了 是的 就是那位据说要借228事件 血洗台籍精英的陈一 事实上 他是个毕业于日本陆大的知识派 曾在1935年受邀来台考察 抗战胜利前夕 他奉命担任台湾调查委员会主委 主持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 把日本殖民当局的台湾法令汇编 整理成多达40多万字的报告书 并提出一份台湾接管计划纲要 1945年 再次踏上台湾这片土地时 他宣誓自己到台湾来是做事的 不是做官的 诚意政府迅速地成立了多个人力培训机构 大量招训台湾人 并下令物色优秀的台籍人士 担任各层单位的干部 短短一年的时间 台籍高级检任官由一人增为27人 检任官也从27人增至817人 计算了30多倍啊 初级委任人员更是冲破万人 让日据时期难以爬升至高级行政人员的台湾人 终于能够获得培训 累积经验 进入政府 熟悉政务 施展拳脚 然而 日本早在陈一政府抵台之前 就在岛内制造并留下认同对立的侯耀库 并为战后的台湾埋下了经济问题的导火线 就在日军举行投降仪式的一周后 一架飞机载了重达两公顿的台银纸币降落台北 押运这批钞票的主督府主继客长颜建俊二 决定大手笔预付在台日本人 未来半年的一切薪资 经费及退休金 台币的发行额在两个多月间 从日本投降时的14亿 暴增到成衣来台时的28.9亿 整整翻了一倍 台湾的物价也就非正式的一路飙涨 唉 凶未告 在战后就心心念念着打内战的蒋介石 还多次向台湾增掉物资 对此 陈宜试图降低内战队岛内的影响 坚持粮食留台湾 军队送大陆 不仅强硬拒绝了中央的真名命令 还努力的让台湾在金融上制成体系 并让蒋介石调离驻台的国军70师及62师 结果 虽然台北的物价指数没有上海飙涨的情况严重 但是 上涨近300倍的物价指数和单薄的守备兵力 人 导致227茶几事严事件迅速托打 最终引发不可休息 228.9那一天 口骂 支那人 清国奴 还模仿着日本人头绑白布金的青壮年 对着不会唱日本国歌的外省人 不分金红皂白 男女老友 笨不打 有所好闲的流氓控制了交通要道 公共场所和旅馆商店 看到外省人不分军警官商 平民百姓 一律殴打 疯狂的群众守着台北火车站和万华车站 凡是乘汽车火车到台北的外省人 下车就往10里打 直到半夜 民众占领了台湾广播电台 用闽南语及日语向全岛民众广播 其他县市也复制贴上了台北 打 砸 抢 等暴行 228迅速扩展为全台各地的大暴动 本省人打外省人的事件层出不穷 高雄街上的扩音器播放着日本歌曲 警局里的警员跑光了 群众在街上放火烧着局里的文件 彰化和嘉义台中一代也打得很厉害 停靠嘉义的火车 一匹青年学生背着枪弹来回巡视 开往台中火车站的车厢里 拿着手枪 大刀 长枪 手榴弹的台湾人 把枪口对准了旅客的胸膛 弹查旅客 与此同时 有几方势力也活跃地参与其中 首先 228事件处理委员会在中山堂成立 并在两天后 秘密决定3月15日接管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此外 美国驻台办事处的副领事葛超智 也拿了份虚报人数的请愿书 要求联合国托管台湾 逼得陈怡正事本省兵力十分担保的事实 并急急告诉蒋介石岛内情势已不服应付 那么 此时的台南市又是什么状况 拒绝出任台湾省公务员训练所所长的Sakai-san 在做些什么呢 嗯...台南市政府仅仅只有60名宪兵 40支轻武器 以及160名官兵 20名外省警察 充当守备能力 街头上 台南工学院的学生拿着军训用的枪械 要参加四接战 随后市区发生暴动 外省人被殴 秩序纷乱 无法维持 一批群众包围市政府甚至提出了过分的要求 不仅不让武装军线巡逻市区 甚至逼迫市长缴械 同日 Sakai-san率领了200多名学生包围警察局 还抢夺了警察保安队和仓库里的所有武器弹药 次日 所有的警察派出所 第二监狱 海关仓库通通被接管 台南市各街代表在四餐议会 组织228事件处理委员会台南市分会 Sakai-san成了处委会的治安组组长 他的好友蔡丁湛却揭露 Sakai-san连着两天积极招兵买马 召集各地角头 再接着 台南市各界联合大会召开选举新市长 Sakai-san得到第三高票 如果依照组委会的如意算盘 真的在3月15日接管任务 那Sakai-san可就是台南新市府的第三把脚椅 没想到 3月11日 高雄要在司令部率援台的国军进驻台南市 包围参议会 逮捕Sakai-san等百余名活药分子 2日后 40岁的Sakai-san依军法出使 在台湾告别50年被殖民的漫漫长夜 抗日战争终于胜利 却又迎来国共内战的动荡时代里 这位出生成长于日据时代下的Tang 而不Sakai 呃 姑且称他为德章先生好了 他那短暂的一生究竟为我们留下了些什么 在总督府压迫性的殖民制度下 身为殖民者父亲与被殖民者母亲的诉出儿子 小德章不得不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做出选择 年幼懵懂的他在抗日议事的浴血奋战中 清见过台湾民众对殖民压迫的奋起反抗 年岁舰长知晓势理的他 却在日本殖民的不公不义里 选择做一个日本人 参与到殖民者之中 成为一名优秀的让台湾人害怕的颈部大人 更远赴东京 改从附近Sakai-san 从里到外地置换成卢甲包换的日本人 他选择站在被殖民者的对立面 守护着属于殖民者的所谓正义 光复后 当以至诚之心爱护人民的诚疑 积极延安德章先生进入政府 在体制内为国伦才 培训青年施展抱负 他却再次选择站在中国人的对立面 在街头三风点火 新风作让 施展拳脚 展现那逞胸斗痕的所谓勇气 或许 那一代的德章先生们 难以逃脱自身经验的束缚 习惯从日本的视角看自己 看中国 看世界 甚至传言 在行刑之际 仍用尽力气施吼着临终遗言 我辛苦了有大佛分机会 台湾真白色 但今天的我们 难道还要继续站在中华民族的对立面 做事全岛田檐世仇 治外于中国 纪念着属于殖民者的所谓正义 及其被迫放弃殖民地的心有未干 228是一场认同对立的悲剧 唯有面对真实历史 辨明是非因果 追究日本殖民者的历史责任 才能避免轻痛愁坏的历史 再次上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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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